大瓜 久尾与TTG合同情况被爆 老林破坊澄清谣言 AG渲染似乎被吓放了 就在TTG夺冠之后 引起了诸多连锁反应 舆论最大的就是被替补的久尾 比赛从未跟队伍拿过冠军 而子焕来到TTG第一个赛季 便与队伍夺冠 所以下赛季久尾首发的几率几乎很小 作为TTG最大流量选手 该何去何从呢 而最近有瓜主爆出久尾合同问题 明年初久尾合同到期 是否续约不得而知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不乐观的 不过一直到明年转会期前 俱乐部是可以使用某队特权的 可由于商务合同存在 且期限比较长 所以久尾就算想转会的话 是有点麻烦的 同时如今老林不仅因为狼队输给TTG 被舆论压力 近几天又因老林越狗事件 彻底让他绷不住 此事是因为有网友爆出 老林休息室骂人牵连小狗 让狗主人非常生气 让舆论再次发酵 不得已老林便发文回应 恶意造谣者太伤人了 这样会毁了一个真正热爱电竞的教练 对此狼队经理也解释了该事件的始末 表示担心狗狗出境不是本人一员 所以让工作人员将狗狗带走 期间传话原本意思被驱减 所以之后造谣老林越狗太无稽之谈 不得不说老林真的太难了 虽然老林情商不是很高 但做人做事也算考虑大局 这可能也是他孤独的原因之一吧 与此同时 今天某压雷霆杯S8开赛 WE对阵LGD AG对阵WB几乎都是二队选手 但AG边路却是渲染并不是一安 夏季赛第三轮一直首发的渲染 这次摔二队出战似乎有种被下放的感觉 不过这仅仅是首战 后续可以关注是否会上一安 如果雷霆杯一直是渲染带队 那挑杯首发很可能就是一安了 但实际还对以官宣为主 对此 大家觉得老林为何总被针对 AG挑杯边路会上谁呢